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们今天要去溯源的是什么呢 春节是中国人最为重要的节日 除夕当天 全家人要一起吃年夜饭 我国幅园辽阔 南北方的年夜饭各有特色 在吉林省延边朝鲜族自治州汪清县 屋外的冰天雪地跟屋内的暖意融融 形成鲜明对比 由于这里聚居了大量朝鲜族同胞 所以充满民族特色的辣味牛肉汤 给小城带来了温暖的幸福感 而到了夜晚 这里的气质因为另一种美味 陡然发生了改变 黄牛肉串每天将近走一千多串 然后包括老味道 所有的串加起来每天将近走五千多串 作为分围小组的牛肉小串 算是抛砖一御 真正的牛肉大餐即将汹涌来袭 在王清吃烤肉大餐 算是年节喜庆时对自己的犒赏 牛排骨肉油花多 受热后油花和肉融为一体 汁多味美 而江湖地位最高的当熟雪花牛肉 炖池 汤鲜味美 煎烤 肉香扑鼻 鹿串 筋道弹牙 无论哪种吃法都有精妙之处 究竟是什么牛肉拥有如此的魅力呢 盐边黄牛呗 这个黄牛就咬在这个王清山的后面 盐边黄牛为何要在山上挨冻 什么办法让牛脾气秒变小可爱 一会儿咱们看到牛一定要离它远一点 是吗 这牛危险 对 它是烈性的 是吗 这牛这么大脾气呢 它因为在野外散样惯了 它前面就牛嘛 牛牛 对 对 对 这就是咱盐边黄牛 对 对 对 盐边黄牛通生黄毛 有的身上也架着白色花纹 萌萌的样子很可爱 真没看出有什么牛脾气 再走近点 它会发起攻击吗 行 咱们始终到这儿了 哎呦 它开始叫了都 它开始叫了 你看吧 盐边黄牛味道好的秘密 究竟藏在哪儿呢 总得凑近了才能知道吧 难道就没什么套近乎的好办法吗 这个它喜欢吃的 这是什么呀 这是啥东西 豆饼 我们叫豆饼 豆饼 对 还有里面粉碎的 这是粉碎的 粉碎的 牛来了 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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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过来了 过来了 快来快来 快来 吃饭了 吃饭了 我都能摸到毛 还能摸到它的脚 这个它挂的铃铛是怕它丢了是吗 对 铃铛有这一群老蓝色的 那个是高科技的 又来一只 高科技的定位仪 因为用手机下载这个软件以后 就能发现这口牛在什么地方 它走到哪儿 我们在家里头就放 就在家就能看到它丢的到哪儿了 就散放其实就是它也丢不了了 它丢不了了 之前 满脸写着高冷的盐边黄牛 秒变 乖巧 小可爱 跟着投胃车一路向山上进发 冬季山上食物少 所以村民每天早上给它们补喂些草料 其余时间 盐边黄牛完全散养 这是当地坚持了上百年的传统养殖方法 也使得盐边黄牛因为有了足够的运动 而肉质紧实 有嚼劲 本身盐边黄牛它这种品种本身它的肉质就非常好 加持现在的养殖方式纯粹的我们是散养的方式 就是像溜达筋儿时的 它是溜达牛 所以说它的运动量够 所以说它的没有多余的脂肪 肉更加的有嚼头 不过盐边黄牛有一点跟别的牛不大一样 盐边黄牛它不属于铲肉量特别高的牛 一般这种黄牛能有多少斤 它应该在六七百斤 既然盐边黄牛爱运动 体型小 脂肪少 那它的肉质里怎么还能出现 对脂肪含量和分布极为讲究的血滑肉呢 这些血滑肉到底从何而来呢 那像我们这样的黄牛的话 它能出血滑肉会出的很多吗 我们这散养的不行 它的肉质是两种肉质 这种肉质是一种扛炖 扛腰 特别扛炖的那种 那我们现在就除了我们这种山坡上的这种养方法 还有别的这个方法来养 有 除了这种散养式的方式 还有一种养殖方式 那种养殖方式养出来的肉啊 就像那种雪滑肉 雪滑肉更好 你们可以到那再去看一看 山上散养 是当地研习多年的养殖方法 既符合炎边黄牛的习性 又有利于保留肉质本身的特性 而另一种能出雪滑肉的养殖方法 究竟是什么呢 它还会保留炎边黄牛从前的特性吗 溜达牛便家里蹲 瘦便胖 是好吃懒做 还是另有原因呢 散养便倦养 溜达牛成了居家牛 虽然这里遮风挡雨不挨动 但用关起家门的养法 还能有传统研边黄牛的特性吗 它跟外边筛上的牛 我觉得有点不太一样 它没有那么怕人 有了之前喂食的经验 编导再次拿出 黄牛最爱吃的食物套近乎 可这回情况似乎不同了 耶 你看 快来吃饭了 吃饭了 本来并不怕人的黄牛 看见食物反而走远了 编导又换了他们最爱吃的营养餐 这回能奏效吗 吃饭了 吃饭了 山上的牛是这样 圈里的牛是这样 对吃饭不感兴趣 到底是哪出了问题呢 对我们这种每天进行定时喂养 比山上那种散放的那种牛 鸡一顿饱一顿的 更要能保着 能吃饱了 原来圈里的黄牛 已经养成了喂料车 定时定量投胃的习惯 吃得好吃得饱 所以他们才不稀罕 手里这点小恩小惠呢 不过就这么天天 养尊处优的生活 这牛还不得喂成个胖子呀 这一头牛一千斤不止 一千斤不止 得一千多斤啊 对对对 从前山坡上的延边黄牛 一般就长到六七百斤 最多不过八百斤左右 而饲养圆确扬言 牛圈里的延边黄牛 有一千多斤 真的能变胖这么多吗 大黄牛到底有多沉呢 一千四百多斤 一千四百多斤 我一头牛一千四百多斤 原来只能长到 六七百斤的瘦牛 一下成了榜大腰圆的胖牛 可是这种变胖的黄牛 还能有散养牛鲜美的肉质吗 中午时分 牛圈的小门突然被打开 黄牛们大摇大摆地走出了牛圈 这是要去哪呢 看看吧那个阿牛 冬天也不发冷 夏天也不发热 没事的时候就出来溜的 它就其实一年四季 它都是要在外边活动 对 每天最少也得五六个小时吧 那早上吃完饭了 就自己就出来了 它五六个小时 那个运动量 跟在外边跑的话也差不多 这样的话它的肉质特别好 就不会虚胖 可即便圈里的黄牛也有同样的运动时间 胖也得胖得健壮 但为什么这里养的颜边黄牛就能出雪花肉 跟山上散养的牛出的肉质会不一样呢 真正的区别究竟在哪呢 首先我们给它配这个料 是经过我们精确的营养师精确计算的 然后包括它的四季周期 也要比正常的放山的牛 这个四季周期要长 这样的话形成一种脂肪的沉淀 就形成这种雪花牛肉了 也就是说在这里就能出的这种雪花 就是因为它这个脂肪沉击起来了 基本上它这个雪花的形成 就是一个预肥 然后再让它减肥 再预肥的一个过程 这样的话就把这个脂肪 渗透到这个肌肤稳入里面了 就形成这种雪花牛肉了 这里的圈养也叫金饲养 是更先进更科学的喂养办法 传统散养保留了颜边黄牛 本身的肉质品质 而金饲养更加提升了牛肉的鲜美味道 能出更多口感上层的雪花肉 并且正因为颜边牛肉品质升级 在汪清县的朝鲜族村里 还藏着一种令人大开眼界的牛肉吃法 尤其是在春节的年味菜单上 更是必不可少 它究竟是什么呢 汪清县东光镇的朝鲜族村 年的味道从清晨开始 跟汉族的年夜饭不同 朝鲜族的除夕大餐通常在白天 所以准备工作从一早就开始了 牛肉作为今天餐桌上的主角 是最早下锅开始炖煮的 大柴锅给走火后 锅里便充满了味道 往往要炖上一上午的时间 牛肉才能更加软烂 肉汤更是鲜美无比 而那道特殊做法的牛肉 难道就藏在这口锅里吗 而此时 屋内另一样朝鲜族特色美味 也已入锅 只不过现在还见不到它最终的模样 朝鲜族过年 当天家里也会聚上亲朋好友 换上民族服装 年的喜庆开始在屋里迷茫 这是年的什么 年大米 冒着热气的年米饭装进大盆里 一会儿他们将经历考验 转化成一种朝鲜族标志性的美食 此时 大锅里的肉汤渐入佳境 随时准备出锅 厨房里 小锅炒牛肉开始烹制 用牛奶肉配上辣椒一起煎炒 朝鲜族对食物始终遵循化繁为简的原则 少而精 小而美 这种对美味小的态度 也足够彰显生活里面大的智慧 而那道特别吃法的牛肉大餐 要何时登场呢 食物准备妥当 开餐前一件特别有仪式感的事 必须完成 朝鲜族爱歌舞 在过年的这天 用能歌善舞表达对生活的热爱 对来年的期盼 见过长辈 过年大餐开始 之前说到的 这儿有一种牛肉的独特吃法 究竟是什么呢 真的还能吃呢 特别小黄牛好吃 然后生饭嘛 特别嫩 好吃 你真好吃 你吃吧 盐边黄牛肉 在年的餐桌上 寓意着健康 美味 幸福 朝鲜族对牛肉的喜爱 体现在他们多种多样的烹饪方法 盐边黄牛 美味的秘密 也在他们餐桌上世代相传 在距离汪清县 2500公里外的 浙江省胡州市长兴县 这里的年味有增无减 家家户户张灯结彩 大街小巷都挂起了红灯笼 到处呈现出 热闹喜庆的节日景象 在长兴 几乎每一家 都有自己的拿手好菜 红烧肉 红烧鱼 排骨汤卤大肠 青团子 款款美食 不一而足 过年自然少不了年货 在当地 这种叫做猪头糕的年货 格外引人注目 它的外面用稻草紧紧地捆扎着 造型十分奇特 它该怎么吃 又是如何制作而成的呢 猪头糕正确地打开方式 是什么呢 小镇厨师要找啥样的猪呢 我们来到长兴县 一家销售猪头糕的商铺 这几天正是他们最忙碌的时候 你想吃多少 我们就切多少 不用解开 直接切 对 就这样切开了呀 大姐您这里边东西够丰富的 我看见里面有猪头肉 猪舌头 这是猪耳朵 对对对 这三样都有 好香啊 而且口感特别好 咸在实中 猪头糕香味浓郁 肥瘦相间的美味 凝炼其间 吃起来软糯弹牙 鲜香的味道顺着牙齿满口流淌 好吃的猪头糕 为啥要捆扎成这样 它又是如何制作而成的呢 卢大姐告诉我们 如今城里很少有人制作猪头糕了 只有在乡下过年杀年猪的时候 才会制作 家住长兴县和平镇的徐正式 他是镇子上小有名气的厨师 正好今天要去买年猪 徐大哥您的厨艺这么好 今年过年准备给家人做什么好吃的呀 做一只年夜饭 每年过年我们都杀一只年猪 老徐说 要想做好年夜饭 首先得挑到合适的猪 那他会选择什么样的猪呢 我们跟着老徐开启了寻猪之旅 老徐带着我们来到一家 位于和平镇东山村的生猪养殖场 这里会有老徐要找的猪吗 这个猪是我们一个外山源品种 增长速度快 色诱力高 它的肉比较细嫩 给家人做圆圆饭 最好弄一个特别点的猪 这个猪们很普遍的 那我知道你想买什么样的猪 我们带你另一个厂去看一下 不一会儿 我们来到了另一个养殖区 这是我们厂里的一种特色黑猪 所以我们当地一个土猪 和那个长白进行杂交 它生长周期跟那个白猪 要长一年左右 肥瘦均匀 口感特别香 我看还不行 还不行啊 嗯 还不行 徐师傅 白猪 黑猪你都看不上 你到底要什么样的猪 就是我要买我小时候吃的那种 这个皮质厚一点的 再肥一点 周期再长一点的 肉质再稀弄一点 就想买这样的猪 我知道你要什么猪了 我带你去看 这是包你满意 徐师傅 你看这是我们厂的一个 正场之宝 哎呀 这就是我要找的猪 太好了 就是这个猪 江有益的正场之宝猪 最终让老徐达成所愿 望着自己心仪已久的年猪 老徐开心地像个孩子 呈现在我们眼前的 到底是什么猪 比起普通的猪 它有哪些特点呢 猪为啥越丑越受欢迎 懒猪的最高境界是什么 我们继续溯源 为了让我们看得更清楚 养殖场负责人江有益 把猪赶到了室外 好家伙 这么仔细一瞧 竹石把我们吓了一跳 它特点就是丑 丑 对 它第一丑黑 它是毛黑 它毛不但黑 而且还稀素 它第二丑 这头猪大概有270斤左右 第三丑的脸比较丑 它是全部是皱纹 我们通常叫它八卦脸 皱起来像一个八卦 它的八卦皱纹皱一块来 眼睛变小了 非常小 对呀 我说我 我刚才找了半天 没看见它的眼睛在哪里 眼睛在这个皱纹皱在里面去 发出来才能看见眼睛 对呀 还有那个大耳朵 大耳朵 这个大耳朵 这么看看不出来 你看我手往那一放 就知道这耳朵也得辣了 老徐找的 这到底是个什么猪呢 是我找的太湖黑猪 我们小时候的时候 大家都喂养这样的猪 太湖黑猪 性情温逊 繁殖力强 是我国著名的地方品种 主要分布于长江下游 江浙地区太湖流域 老徐会将太湖黑猪 制作成哪些美味呢 我们继续溯源 太湖黑猪肉 跟普通猪肉 有啥区别呢 太湖黑猪送到了老徐家 老徐准备在门口的 空旷地杀年猪 村里人得知 他家今天要杀猪 都纷纷过来看热闹 汪雨喜是村里知名的屠夫 杀猪经验丰富 他和几位助手把黑猪抬到木桌上 一个人抱着猪腿 一个人托猪尾 用力把猪按住 看似简单的一刀 但对于杀猪人的经验和手法 都有着很高的要求 屋外临时放置了一个炉灶 烧上一锅水 把猪放进水中烫 接着汪雨喜用 咸熟的手法刮猪毛 猪退毛后 把里面的内脏取出来 然后放在案板上 慢慢分切 太湖黑猪肉最大的特点 就是皮厚 胶原蛋白丰富 标白肉红 肥肉多瘦肉少 或许很多人 对这样的肉并不感兴趣 但这恰恰是老徐的心头号 猪肝洗净切薄片 加入盐 胡椒粉 生抽 料酒 淀粉腌渍 半个洋葱切丝 两个彩椒切块 起锅烧油 放入朝天椒 爆香葱姜蒜 放入腌好的猪肝 猛火爆炒片刻 即可装盘 五花肉切大块 带油热后 放入姜片边香 倒入五花肉翻炒 加入酱油 料酒 小葱 盖上锅盖 盖小火慢炖 三十分钟后 红烧肉出锅 锅中烧油 放入姜片 八角桂皮炒香 再放入料酒 干辣椒 加水稀释 之后把洗净的大肠 放进锅中进行卤制 一个小时后 捞出切好 配上蘸料 令人垂涎的卤大肠 大功告成 老徐一下午 已经烹制出五六个杀猪菜 唯有猪头 没有动静 他告诉我们 这太湖黑猪的猪头 可是个宝贝 在当地能做成极具特色的美食 猪头到底能做成什么美味呢 我们继续溯源 稻草有何用途 太湖黑猪做的猪头糕 更香的秘密 是什么 在常兴 制作猪头糕工序繁杂细致 一般都由女性来完成 老徐把这个任务 交给了表妹王亚丽 批好的猪头 用高度酒 全部进行擦拭 擦拭 我稍微让它 晾个五到十分钟 再用这个冷却的 炒好的花椒盐 给它全部均匀地抹在上面 炒过之后的盐会很香 花椒的话起到真香的作用 然后再放到糕里面 腌制个三到五天 新鲜的猪头用盐腌制一周 腌好之后需要用废水烫熟 再用清水洗净 之后放入汤锅入味 入味是制作猪头糕的关键一步 卤汤由调味料和香料包密制而成 这直接决定味道的成败 在醇厚汤汁的浸润中 经过一个小时土造柴火的高温升华 肉质自带的油脂香气 被最大程度的释放 卤汤的酱香逐渐沁入 一锅卤汤打底 猪头肉便有了令人惊艳的香味 煮好之后去骨切块 再加入糖 盐和辣椒粉 制作工序便告一段落 猪头肉煮好以后 下面就开始进行包制了 包制需要哪些材料 需要这个就是竹笋 开始给它泡过洗过 笋壳打底 细碎的猪头肉均匀地铺在上面 用干净的稻草密密扎扎地捆扎起来 捆扎的时候一定要用力 这样切出的肉才紧实好吃 猪头糕捆扎好 两边修剪自然放置 被包裹的猪头肉 猪耳朵及猪舌头冷却后 自然凝固 一天后即可食用 在当地除了笋壳 还有很多人会使用纵叶来包猪头糕 赋予了猪头糕独一无二的香气 太湖黑猪猪头 是做猪头糕的最佳选择 这里面的秘密 没有人比王亚利更清楚了 这个好吃的秘密 主要是藏在太湖黑猪的猪头里面 太湖黑猪这个褶子 因为它皮厚所以褶子多 铸起来的猪头糕就是很有嚼劲 这个耳朵它比普通的猪的耳朵就厚 里面的仰骨组织就丰厚 摇起来特别有嚼劲 最大的秘密就是这个石头 跟这个猪翘嘴猪鼻子 我都放进去包进去的 春节是中国人最浓郁最美丽的香愁 当弄点亮 老徐一家人团聚在一起 品尝太湖黑猪做成的各色美食 老徐要让这种味觉记忆代代相传 对于常兴人来说 一桌丰盛的年夜饭里 猪头糕必不可少 它不仅是美味的享受 更是浓浓的年味 中国之大 各地风俗不尽相同 南北方的年夜饭有着明显差异 但是团聚是年夜饭永恒不变的主题 好的 感谢您收看今天的水之盘中餐 追根溯源 探产地 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啦